經過紀錄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 這個就是背景 後來就出現到現在的實際的鬥爭 教育部的學習性跟老伯子 我先見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什麼是學習性 OK 這是什麼是學習型 有沒有看到說 學習型它講了四個要點 有兩種 學習型有兩種 一種叫做課程學習 一種叫做服務學習 我相信服務學習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以前有一些大學會要求大家免費去掃地 或者學外沒有服務的課程 無心的 比較大的問題是課程學習 但服務學習後來也沒有問題 就是說 它講說只要你是課程論文研究的一部分 或者是畢業的條件 然後第二個說法是說 如果它是某一種跟課程論文有關的學習活動 然後這個內容必須要一體適用在不分本內外 不會說有些人不能做的 符合這些條件 然後又沒有在這些事情以外的勞務提供過工作 就叫做課程學習 這個就叫課程學習本身我沒有太大的意見 最大的意見是我想最後一行 就是說教育部是要用這個東西來講說 是課程學習 是服務學習 就不是勞工 就不需要有勞動保障 不需要有勞工保險 但是 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問題就是說 你這些界定出來是學習活動 跟它就不是勞工 沒有關聯了 你講說修課的人就叫做學生 是課程學習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跟 這個修課的人是學生同時有在幫老師工作 他就不是勞工 是沒有關聯啊 是不是勞工的判準跟他有沒有修課沒有關 我們一定是看說他有沒有在做勞工該做的事 不是看他有沒有在上課 應該說不是看他有沒有在修課 很顯然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可以這樣搞 那麥當勞 我是說麥當勞我就開麥當勞大學 然後叫所有的人都編入麥當勞班 A班 B班 C班 薯條班 安保班 然後所有的人都可以不適用勞動法 這是 在法律體制上不可能會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教育部卻這樣去想的一件事情 好 左姓 教育部的這個什麼要點 他不是一個法律 他的名字叫什麼 教育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 持續勞動權保障處理人者 所以他連法規命令都不是 他也不是法律授權他自行 他是一個職權命令 教育部依據他的職權 對於這些東西他的戒指 但這件事情沒有對外效率 因為如果教育效率必須是法律 或者是法規命令 所以這就是教育部一種奇怪的解釋 對不對 只能這樣說 對 然後回到剛剛說 那誰來判定到底是不是勞工 還是要回到勞工主管機關 當然 現在就是問題是勞工主管機關 好像想要躲起來 有一點想躲起來 像每天被狂轟的 害怕 就想躲起來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只能繼續攻擊他 要逼他出來 第二個問題 就是學生書作權歸屬 這也是常見的 目前有一種說法叫做 如果你跟教育做了實驗 你要把那個數據 未來要成為你的論文的一部分 或者掛你的名字 你就必須是學習 因為如果你是勞僱型 你就變勞工囉 變勞工以後你的成果 就 不可以是掛你的名字 講見點什麼 陳大的副校長就講這個表 但 著作權歸屬我畫了一個表 就是呢 著作權法上的確有區分 如果你是僱傭關係 著作 人格權 是勞工的 著作 財產權 原則上是僱主 這個是用來規範 通常不是規範大權 是規範商業性的 雇傭 就像我在高校公會 如果這邊寫了信用稿 財產權是高校公會的 但是上面要掛我的名字 可以這樣子 我大概也可以拋棄啦 說我掛高校公會 但如果 高校公會性我同意 要把他改成成這樣的名字 他可能是會出事情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如果你不是雇傭關係 就是一般關係啦 那的確 誰做的 本來就是他的 因為根本沒有毋用人 如果是學習型 就比較接近是一般關係 那他創作的東西當然都會他說 但回到按我的問題 學生寫論文 論文的成果是 掛了名字 他是著作人格權 所以人格權本來就是歸 做的那一本的所有 原則上就是歸他說的 本來沒有那個道理說 什麼他寫 他跟教授弄出來的東西 他就不可以掛名 沒這件事 誰寫的就是誰掛名 其實這也是學術研究的常規 科技部也有管制 不能說 比如說花錢找人帶寫論文 然後掛這些名字 基本上被查出來是違規的 涉及的就是說 誰寫的 誰掛名 誰掛名就必須是誰寫的 這個 這個管制很嚴格 那 財產權的問題 的確可能會歸學校 但是 這個指的是說 我 著作例如說要拿去發行 營利使用 賺到很多的錢 專利 學校賠償用 而不是說 我就不能拿去做我自己的論文 尤其是非營利的 使用 在使用重置上面 影音這些東西 都是高度被認為 創作者他可以自由的改變 而不是因為他是受過的狀況 他就必須要 不得進行使用重置 什麼意思 就是簡單說 我跟教授搞 搞實驗 搞出來的成果 他拿去發表 我拿去做我的論文 這本來就是 各自的 在學術上面的資源 不會因為產染權 都灰屬於學校 而受到限制 當然除非學校禁止我們 發表 但是學校會做這種事嗎 就是有點匪夷所持 不大可能的事情 所以 之前的說法也是一種 接近騙數 那再來下一頁就是大家都看到 目前的各式各樣的亂象 我相信大家都 都應該很清楚 例如說 台大說 教學助理可以是勞步行 計畫助理就是得是學習行 就是 TA是勞步行 RA就是學習行 然後第二種亂象是說 每一個學生只能夠選一份勞步行 因為現在大學裡面當學生很窮 所以他可能會做很多分助理 然後他們架一個管制 你只能選一份勞步行 其他就必須是學習行 我還有一件事 他交給研究助理跟計畫助理 自行約定 你到底是學習行來勞步行 而不是看法律 然後師大他恨狠 他連教學助理也要說是 師徒制所以全面是學習行 然後政大更厲害 叫各系所自行開設服務學習 然後教那些當學習行助理的人 必須修合 就是大家記得剛才講 今天有兩種課程學習跟服務學習 然後他們現在就搞了 服務學習 以前服務學習去掃地幹嘛 他現在擴增 像法律所的採法中心本來要開 後來沒開成 叫做研討會服務學習 研討會助理服務學習 然後裡面就選擇 你是負責要研討會接待 準備資料 列印資料 學習 怎麼在研討會服務的精神 這種東西 那顯然他就是把以前的 技所攻讀生編入了這個服務課裡面 想讓他使用 沒有勞動保障 甚至可能是無薪的 因為服務學習應該很有薪水 各式各樣的人 大同小異 接近就是這些同工事